大家好,Trici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西甲第三十三輪尾場為星期二凌晨進行 巴塞隆拿會主場迎戰華倫西亞 這場賽事件直播會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上輪聯賽與王家馬德里的國家打比戰遭遇逆轉絕殺 巴塞基本無望在正餘的賽程上出現奇蹟 所以今將回到老型球場面對腳下敗場 巴塞隆拿誓要贏球掃走烏棄 巴塞可以用慘淡來概括他們 聯賽上早被王家馬德里拉開距離 上輪西甲輸給對手之後 基本失去閃聯冠軍的希望 歐國聯方面又被巴黎聖日門一次回合淘汰逆轉 今屆好大機會真是四大皆空 事到如今要調整好自己的狀態和球隊的氣氛 巴塞隆拿近四個賽季七次面對華倫西亞取得五勝兩和 勝率比較可觀 當中三個主場平均每次能攻入兩球西一球 亦算是攻守平衡 另外賽季尾聲沒有太大壓力情況下 巴塞隆拿可以為未來做好準備 球員方面耶馬、古巴斯這些年輕球員應該有更多的表現機會 未來要靠他們和在養傷之中的中場交為 以及巴迪齊心合力幫助巴塞復興 特別是耶馬這位17歲前鋒今季 在聯賽中已經上陣31次 入四球三個助攻 同時他在歐冠聯和西班牙國家隊中 亦有精彩的演出 所以今將要留意他 另一邊華倫西亞今季精神面貌比上季好 成績顯著進步 32場取勝13場和8場輸11場 排積分榜第8位 老實來說華倫西亞還有希望爭取更前排名 來得到勾戰資格 戰意無用之以 而今仗要作下苦主巴塞隆 相信他們亦不輕易言敗 回顧近況的走勢 儘管4月華倫西亞取勝2場輸1場 但上輪主場不敵直接競爭對手貝迪斯 排名被貝迪斯追趕 士氣亦難免受挫 但有個不利因素的是 投號射手道羅已經五輪聯賽沒有球入 而他職業生涯五次面對巴塞隆難 是和1場輸4場 而且1球不入 所以今將華倫西亞不被看好 陣容方面後衛迪亞卡比 以及何西嘉爺因傷缺陣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 歡迎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